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水水水 大家好,不好意思,因為拍得太慢了,所以會廣長一點 在家裏用充足材料,煮一個老火靚湯,和家人分享,這是最幸福的 充足材料煮的老火湯,真的要自己煮,才能喝到幸福的味道 這次的湯,大家都看到了,就像曬冷,傾潮而出 有些材料更多,就先說一下,浸發了冬菇 這些冬菇,昨晚已經拿出來了,用生粉洗乾淨,過幾次水 然後用水浸泡,昨晚也有些乾品的淮衫 這些是乾品的裸肉,我們拿出來洗乾淨,也是浸泡 還有一些紅棗,這些是今早浸泡的 還有一些木耳,這隻叫做白玉耳 這是我早前回到順德,買回來的,用來煲湯,是相當好的 這隻叫做白玉耳,還有一斤金筍,還有一條西絲骨 這條西絲骨也是我早前回到順德的私房菜 所以這隻叫做白玉耳,就是用西絲骨來做的,這隻稍後再說 那種多材料當中,其實我最想說的是這隻白玉耳 這隻白玉耳在香港比較難買到的 如果大家看到的,不妨可以買些來試試 你也可以用來煲湯,也可以用來蒸雞,都是相當好的 買回來的,處理也是很簡單的,洗乾淨它,然後浸水,浸幾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了,那這些就叫做黑木耳 黑木耳對血管那些就相當好的 這些白木耳不單止對深血管,增強抵抗能力都是相當好的 特別是婦女的 這些白玉耳在還沒浸之前,就是這樣沒有的 很小的,浸了之後就變得很大 這兩個白玉耳再補充一點 它對有腫瘤病、預防,都是相當好的保健作用 第二樣就是吹一些沉皮 這些沉皮也是我之前上去順德玩的時候 那時候買的,這些沉皮 很多人說買沉皮,一定要買一些紅皮 或者買什麼,買什麼,買什麼 那我就建議大家,如果真的吹去買沉皮 買一些比較淺色一點的,一定比深色好 因為這些淺色,不是代表它沒有加工 它加工少一點 那當然跟你說,這些沉皮 年幾兩年,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些沉皮,一兩天的貨 還沒浸之前呢,就是這樣 還沒浸之前是這樣 浸了之後,就像你昨晚剝皮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沒有東西的 剝了皮,用機焗乾的 這樣,我時間強調了 如果有時間的,遲些抽涼 我可以自己曬一點 這些就是我自己曬的 這些沉皮 遲些到抽涼的時候,再講解多一點 做這些沉皮 自己做什麼好處呢?天然生曬 當然這些沉皮,這裡10元 10元人仔 那這些有什麼不好處呢? 它沉乾了,也會有風乾劑 做上去 我們回來後,你不要用袋子去焗 你像我這樣,你養鬆它 有太陽的地方,你曬它一兩天 目的就是曬走那些風乾劑 這樣 然後這些沉皮,你越放越漂亮 當然,它還沒變沉皮之前 就當成果皮的用途 然後到這些乾品淮山 我們也是拿出來 用水浸一晚,如果有時間 浸了它之後 當然之前洗乾淨才浸 浸了它之後,我們也要做一個步驟 待會再和大家一起去 然後到這些螺片 這些都是一些大隻的螺片 我專門浸淨一點給大家看 這些 還沒浸之前 我都會呈現一些 飛飛黃黃的狀態 都是浸一晚或者幾個小時 這類型的螺片 都是要看品質和價錢 一般來說是洗乾淨它 浸了它 我建議大家做到一個步驟 就是去拖拖水 因為很多時候 這類型的螺片 都經過漂濟過 小小輕輕的漂濟過 拖拖水 都是拖著它 一些不好的味道 就拖它出來 另外 有些品質比較好 它有圓脊的 圓脊的螺片 壓扁了 還有鹽 那些 可以隨便洗乾淨 它浸一浸它 就可以立刻熬 那些冬菇 我就不多論述了 大家可以在YouTube搜尋 即人吹水 看看冬菇的浸法 以上這裏 所有材料 我們都要做一個步驟 那我們就二話不說 先開火 輕輕的倒些水 輕輕的倒些水 我們把以上 所有材料 放下去 就把它拖一下 拖水 拖水的目的 都是希望 將一些 浸泡出來 靜餘的 不好的味道 風乾劑 我們就拖一下 它出來 那些微豆也是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這些 滑山也是 我們就全部放進去 這個湯水 就很適宜 過了納秋之後 去煮這個保健湯水 然後 把鑊片 放進去 讓它飛一飛 這樣 把鑊片 一些不好的味道 飛一飛出來 一斗濾 一斗濾飛 在這裏 我們就 隨即 開些冷水 這樣 4至6個人分量 可以3至4個人分量 就除了 約4至5公升的水 我們就把 浸泡沉皮 或者果皮 那些水 還有浸泡紅棗 這些水 就放進去 接著 一些浸泡冬菇 浸泡好的冬菇 那些 我們就連冬菇 連水 就放進去 以上材料 都是要用 凍水 開始煮 至於其他材料 我們就浸泡水 沸泡水 然後 把所有材料 把所有材料 放進去 然後沖凍水 洗乾淨 我們就隨即 開水沖 沖到它 凍乾淨 主要是把 殘圓不好的味道 沖出來 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瀕一下 我倒下一點 我留下一些 待會用來蒸雞 螺片 白肉耳 木耳 微豆 現在我們就隨即 放進去 一起煮 當湯前期 正在煮 現在我們就 處理其他材料 因為 放這麼多材料 出來煮一個湯 我們處理程序 拿捏得好 其實你 都會很方便 首先 說一說 這些是 新鮮肉桌 買的西絲骨 大家有看開我信德的影片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第二集 它有個脂鹽骨 就是用西絲骨 這個部分 片到很薄 做一個 椒鹽骨 咬下去 肉味各方面 都不錯 當天有些人問我 這是什麼部分 這是西絲骨 這是西絲骨 這部分 西絲骨 都很容易認 你買到肉桌 通常都掛在這裡 你就跟老闆說 麻煩西絲骨 當然 你說 買完 老闆 通常都會和你砍碎 現在我們西絲骨 回來也是很簡單 我們用清水 浸十分鐘 就可以了 浸這些溫水的作用 多了 希望把新鮮豬肉 不好的味道 或酥味 浸一浸出來 買了一隻冰鮮雞 我強烈建議大家 凡是煲有裸片的湯 都搭一些雞肉去煲 這樣大家都會發揮到大家的功效 我都說過這個湯 相當之之音的 很適合家裡 有些婆婆 有些婦女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 都是相當之好的 有時候去到超市 找到這麼多這些 冰鮮雞 怎樣選擇 會為之好呢 首先 看一看生產日期 通常超市的 放得越賣的 貨物就越新 第二 我們就要選擇它 這隻雞夠不夠黃 夠不夠成 當然 如果你煲湯 買些白生雞 也是很好的 但我建議大家 買些三黃雞 我這隻雞 我會兩吃 我會留下雞胸去煲湯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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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簡單 那我自己的烹飪影片 都是 頗為詳盡 這是我自己的堅持 這樣 又詳盡 節奏又慢 那有什麼不好呢 那對我們在YouTube裡面 生存的 是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不會說 對我自己很大的影響 而是放棄我自己 一個烹飪教學的理念 我必定是會詳盡講解 每一個程序 這樣 這些雞 回到來 我們就 在雞腳這一位 在雞腳這一位 無論什麼烹調都好 你也是在 架底下 落刀 這些位 那當然 如果你出去 雞檔 或者超市 買 有些 師傅 和你 代工 他會問你怎麼做 啊 你說 和我 起了些 雞腿雞翼出來 那雞身 就起皮 我們煲湯 那些師傅 就會懂得怎麼做 或者說 一些外國的網友 我們沒有外國的 沒有這些服務 那大家可以跟我 這些方法 我都說過很多次 我們會在架位 這些 在架位 埋手 一般 婦女 都很容易會拿捏到 就這樣 就可以了 你用刀仔 更加靈活 然後到雞腿 這個位置 也是很簡單的 雞皮 慢慢割下去 割下去之後 慢慢開 慢慢開到 之後 我們在架位 咬一咬 咬 這裡咬鬆了 這樣 很容易 就會切到 整隻雞腿 這樣就切到 出來 我們在這邊也是 咬一咬 它 咬了出來 我們慢慢 不需要心急 咬 這樣 已經切完了 那些皮 就這樣切完了 這樣 你可以切掉黃油 甚至乎 你煎雞 那裡 你想多一點 雞胸肉 也沒問題 這樣 在這裡 很容易 你就整個雞胸肉 你就會 把它切出來 然後 雞腿這個位置 也是一樣的 我們慢慢 慢慢 慢慢 起 整個雞腿 都可以 把它切出來 這樣 我們在雞尾 就直接 拿一刀 下去 這些油 這些位置 我們煲湯 就全部都不要了 當雞腿 處理乾淨之後 我們就 給它一點 淡鹽水 就浸一浸 它 目的 都是把它 進去冰箱 摸的味道 就逼一逼出來 當雞和西絲骨 正在浸浸 之際 這個空檔 就處理甘筍吧 甘筍 我強烈 建議大家 買有泥 買有泥 如果選擇了 比較濕潤 有泥 我們就叫台北 用來煲湯 營養價值會高很多 又會鮮甜很多 這次回來也很簡單 我們就二話不少 就刨皮去 剔完皮之後 我們就洗一洗 這些紅蘿蔔 我們用來煲湯 也不需要切得太細 我們用一個滾刀的切法 大大件 我建議大家煲老火湯 會把紅蘿蔔放進去 這個湯 我今次有這麼多材料 我只用紅蘿蔔 如果大家喜歡吃蔬菜 可以加粟米內的 也可以 這個湯水 裡面的乾品材料 有些肉 有些海橙 有些雞 整個湯的營養價值就高很多 如果有些煲齋湯的網友 那你就可以 肉那裡 你就可以轉了一些花生 再加些腰果 栗子 再加些腰果 再加些栗子 再加上去 看回熬湯 也已經滾了 當它滾了之後 面上有泡 這些 我們就全部撕掉 都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當泡都撕掉了 我們這些 金筍就放在一起煲 湯前期煲 我們這邊急不及待 準備凍水 看看我們的豬肉 西絲骨 約浸了10分鐘左右 大家看到 雖然那盆粉紅色 但裡面的水也是粉紅色 至於冰鮮雞 也浸了7-8分鐘 現在我們把兩者清洗乾淨 兩者清洗了3-4次之後 我們就除了一張瓶水 西絲骨 這麼大塊 我們都要改刀 一般來說 肉檔老闆就會跟它代勞 如果它不代勞 我們回來怎樣處理 斬什麼都說了很多次 用刀尾 集中 如果斬不開 我們就不要跟它鬥力 我們就成舊 就這樣 隨即把它放在暖水裡 把暖水加熱 在家裡烹調煮食 每樣東西都是以安全為止 因為這些西絲骨 你要我斬什麼西絲骨 我可以斬到的 不過有時候在家裡 你的廚櫃 或者用木造的廚櫃桌 有時候你未必夠力 有時候你斬得太大聲 你會有些摺口 有些滲水現場 所以我不是太過建議 這些都是交給肉桌 去做 我們又把冷水加熱 加熱過程當中 也會有些泡 那泡是什麼 之前已經說過了 一般飛水 我們飛到怎樣才可以 那些血水都逼出來 那就差不多可以了 讓它水滾了兩三分鐘 西絲骨和雞肉 沖洗乾淨之後 沖洗的目的 也是把一些不好的味道 沖洗 雞殼和西絲骨 沖洗三四次 沖洗的目的 也是將它僅如 釋出一些不好的東西 一些肉碎 全部清洗 以話不說 我們就把雞殼和西絲骨 放進去 雖然說剛才斬不斷 但是煮完之後 那些肉都會分離 這塊就放進去 所有材料放進去 我們用中大火 沖洗三十分鐘 然後收慢火 再煮一個半小時 做一個濃郁的老火湯 就呈現眼前 如果你想更加濃郁 最後15分鐘 開個大火 煮一煮 也是會更加濃郁的 我們切開蓋 這種煲湯方法 在我們行內 叫做陰陽火煲湯 保持著煲湯火爐 前後煲了兩個小時 我們看看什麼環境 嘩 相當濃郁 拿出來這裡看就更清楚 打開蓋子 已經聞到很濃烈的冬菇 響螺的味道 這個湯水 超級濃郁的 這個湯水 為什麼呢? 因為材料足夠 煲起來的裸肉 還很有嚼勁 冬菇 這個湯 連湯渣都可以當作一個送菜 對 煮熟油和醬油 就行了 嘩 把雞肉煮了 已經軟了 大家最想看的 白肉耳 煮了兩個小時 但還是很站起來 最後 那些裸片 嘩 真是 入箱裸片 有雞 還有白肉耳 這個湯水 對女士們特別滋陰 增強抵抗能力 是相當之好的 再加上有雞 還有西絲骨 加適量鹽調味 已經是相當之鮮甜 我什麼時候都說 用充足的材料 煲一個美麗湯 一家人去分享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特別是現在的年輕人 小朋友 那些老人家不煲湯 哪有口美麗湯來喝 我時尚都強調 現在學攀飲 學什麼 學煲湯 學煲湯 學煲湯就最好了 喜歡喝老火麗湯 的網友 給我LIKE 喜歡東菇網友 一定有職人吹水的頻道 會喜歡這隻白肉耳的 麻煩你現在的頻道會員 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至於這些白肉耳 東菇 雲耳 還有什麼烹調呢 繼續留意吧 請收聽 詞